起步几秒杀 中国姑娘甩开对手15米独冠 周围形成正空地带 直接拉爆全场 大家好 中国女子队再一次创造佳话 这是2023年田径洲际巡回赛 女子四成100米决赛 7月1日举行 我们中国队派出四位姑娘 梁小敬为永利 黄归芬 李玉婷 这四位姑娘头天 还在参加国内女子100米决赛 连夜坐飞机 马上从沈阳到北京 继而飞阿拉木头 去参加洲际巡回赛 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 大家的状态都不是太好 接地赛大将格曼奇 更是因为身体原因 无法参加洲际巡回赛 但是中国队却表示 这一次夺冠 队伍里都是现任最强选手 韦永利在女子100米决赛中 以11秒42的成绩夺得冠军 黄归芬在女子200米决赛中 更是一马当鲜 尝试夺冠 我认为本次比赛中 中国队几乎没有对手 唯一的对手就是他们自己 本场比赛开启唇响模式 仅介绍每一棒的选手 第一棒梁晓静 第二棒梁永利 第三棒黄归芬 第四棒李玉婷 中国姑娘们太优秀了 她们创造了亚洲赛季最佳战绩 从梁晓静起跑开始 梁晓静完美的起跑反应和前程加速 简直算是秒差了 本场的胜窜就已经定下了 来到交接棒的位置 第二棒是韦永利 中国队是第一个完成了交接棒的队伍 韦永利的状态爆棚 直接甩开其他对手 处于领先的位置 其他人根本追不上 等韦永利交接棒的时候 甚至拉开五米的差距 第三棒是黄归芬 只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中国队又是首个交接棒成功的队伍 黄归芬有着超强的弯道技术 中国姑娘一下子就过了弯道 再一次和其他队伍拉开距离 并且第一个和队友完成了交接 第四棒是李玉婷 和前面三个队友一样 李玉婷直接拉开巨大差距 她有着强悍的后成加速 比赛中根本没有人能追得上 最终李玉婷率先抵达了终点 第二名甚至在15米开外 中国队拿到了43秒37的成绩 成功夺冠 中国姑娘就是厉害 刷新了本赛季亚洲最佳成绩 同一天男子4×100米的比赛 也同样进行 隋高飞 谢震燕 陈嘉鹏 陈冠峰四人参加比赛 这一场比赛是十分遗憾的 第一棒的隋高飞 虽然启动速度不够强 处于落后位置 但是他成功把交接棒递给了谢震燕 此时的中国队还是第三个位置 而谢震燕拿到交接棒之后 开始奋力直追 朝前的实力之下 直接逆转两人 来到第一的位置 但是在交接棒的时候 第三棒的陈嘉鹏太紧张 导致起跑过早 交接棒出现失误 中国队错失金牌 接力赛队伍 磨合的还不够 还是要多多努力啊 大家怎么看 评论区欢迎观众老爷们的来访